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的见面 今天要同你谈的题目是 耶稣基督的降生 首先我们看见的是 当该撒雅谷士都 他下令要做一次的户口普查 所以人人都来各归各城报名上策 所以一时之间路上满了人 马 驴子 所以这起人群的当中 有一位叫做玛利亚的 跟着他的丈夫约瑟 他们也是大卫一族的家人 所以他们也来到了他们的家乡 要来报名上策 那报名上策也许我们说是比较小一点的事情 你只要到家了 你只要去上户口就好了 所以在路上旅馆几乎都被住满了 玛利亚 约瑟他们上路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玛利亚怀孕了 所以他们找不着一个空的房子 所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好心的老板 他们苦苦地哀求 老板说好吧 那我有一个马房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马房竟然成为耶稣降生的一个地方 你说牧师啊 不对啊 一个君王的降生 他一定是糟糕全世界 我们的王子出生了 一定是糟糕全世界 他是在皇宫里面最好的房间里面来降生 可是耶稣竟然降生在马槽的当中 我们觉得似乎有一些不可思议 神经上告诉我们 耶稣降生了 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的当中 这告诉了我们耶稣的降生 他不需要太漂亮的房子 他不需要太舒适的一些设备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安排 反而是在马槽中 卑微的一个器皿的当中 这道尽呢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不是来享受的 他来自来服侍人的 替世人走着世界干苦的十字架道路 为了是让我们在未来 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与救赎 耶稣说 我来不是要享受这些 你们不需要给我预备什么 我就降生在马槽的当中 因为耶稣他降生在马槽的当中 要带给世界上的人的平安 带给世人的祝福 所以他在这个报名上策 人群拥挤的当中 他就在马槽当中来降生 第二呢 我们要思想到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在旷野 有许多的牧羊人 他们已经在这个牧羊人当中 听说了传递这件事情 有一位君王要为我们降生 那他到底是什么呢 可是有天使来说 不要害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天使告诉他们 天使安慰他们 不要惧怕 你想想看 玛利亚听到天使 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 他心里也是蛮害怕的 不要惧怕 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所要学习的另外一个功课 不要惧怕 你让钢墙壮胆 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在任何一个地方 神 有神 有神在你的心中 来祝福 来保守的时候 你不需要担心 很害怕 摩西带领着六十万大军 要走过千山万岁 当他在走路的时候 来到前有大海 后有追兵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站住吧 看看上帝会做什么 也许消极 但是上帝说 摩西 你为什么站住呢 向前走 摩西说 向前怎么走 神 告诉我们说 不要怕 祂会为你们 把水分开 让你们能够走过去 祂说你们眼前看到的 这些埃及人 他们会落在海里面 被海水这样 在淹没 神告诉我们说 不要怕 你再看以利亚 以利亚听说皇后 也许别要她的脑袋 没命的拼命的跑 跑了四十多天 她来到一个 神的山的一个山洞 她躲在里面 她想完了 这一生 我爱主 我侍奉主 落到这个下场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所以她心愿埋怨 这时候她听到外面 有崩山 碎石 有火焰经过的 这些的声音 她的声音非常吵杂 可是 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对她说 以利亚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为什么在这里 出来 站在我的面前 上帝说 你要知道吗 还没有去侍奉这些 假神的 有好几千人 哇 她才明白 所以上帝给了她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工作 上帝说 你回去 亲爱的朋友 跑了四十天 我不知道是四十天 她跑多远 可是这四十天 上帝说 你回去 她要回去 面对是什么 面对着皇后耶稣 拿着大刀 等着她的脑袋 可是上帝说 你回去 我们赶不赶回去 我们赶不赶回去呢 以利亚 在神的祝福 神的应许之下 我们看见了 她愿意 当你愿意的时候 你的惧怕就离开了 当你顺服神的时候 你的惧怕就不在你的生命里面了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勇敢的 去面对 眼前的难处 靠着神 知道神帮助我们 我还要担心什么呢 让神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来对我们说话 当神对 这些放养的人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他们忽然间看见 天上有一对天兵出现了 他们唱着诗赞美声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 他所喜悦的人 哇 这群天使 在这边唱着歌 这群牧人呢 他们说 我们要去报这个好消息 传报这个信息 弟兄姐妹 亲爱朋友 当你知道 耶稣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不是只有圣经里面说 他为我们走私之下 留学生命 在你的生命当中 他会改变你 你试试看 来到神的面前 你会知道 上帝的恩典 是大过一切的 今天 上帝在我 你我的生命里面 有这样大的祝福 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开始往大街小巷去 去告诉他们 去报告他们 这好消息 求主 让我们每一个人了解 天使报信 带给了我们是什么 让我们看见了 牧羊人去传递 这个报家音 传报喜讯的一个人 让神是这样的来祝福你 路加福音第二章 还有一段 就是讲到了 先知的语言 先知的语言 我们首先看见了西面 西面这个人 他是又公义又虔诚 他是常常盼望 圣灵的光照 他盼望圣灵在他的身上 所以当他得到一个讯息 就是在他还没有死之前 他说他要看见玛利亚 玛利亚来了以后 他说这个孩子被案例 是要叫以色列人 看到他们必然会跌倒 但是有许多的人要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话柄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 露了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当西面说到耶稣的降生 也许有些的话语 我们不想听 也许有些的事项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会觉得 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的事项 可是上帝为了你我的好处 他要我们去经历 这些的恩典 亲爱的朋友 上帝爱我们 有些的话语是难听 是让我们觉得扎心 可是神的话语一解开来 你会发现到 其中有很多的奥秘 有很多宝贝的事项 愿主带祝福你 接受上帝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里面 愿神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